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要來傳授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就是我要來傳授這個 BMW E36 318 95年之前的這個機械式空氣流氧機的整修方法 我相信這個對玩老車的同學很有幫助 這個問題壞掉是大概怎樣 你在開車的時候 油門一直大小來吹 車子會這樣突快突慢 好像油門在慢慢吹 然後冷車的時候有的時候開熱車啦 你燒熱車的時候很不順 然後冷車的時候它又很順 然後你到夏熱天 尤其是停在那個停車場 你要去開的時候 剛發動不發 然後一發動的時候油門就這樣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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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就以為是那個油門算了 你要吹吹就又流汗了 那種感覺對引擎很順 因為你車子剛發動的時候 那個油壓還沒上去引擎就啊啊啊啊 那就是啥 簡單來講就是裡面的翼板卡住 什麼叫做裡面的翼板卡住 廢話不多說一起上課去囉 走 用給你看 來 什麼叫做空氣流浪器壞掉 這顆是白通雪從那個台霸店買回來 大概用了快一年多了 今天也掛掉啦 它出現了什麼 冷車的時候 那個Slow浮高污滴 然後確確定會亮 然後亮的時候 有的時候油門在吹吹吹 噗噗噗 它又燒好了 來就是這個問題 熱車的時候你看這個翼板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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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盡量拍清楚一點 好 開一開 然後現在已經 比較冷車的話 它就不會卡到嚴重 啊你如果說 很熱的時候 熱車的時候 你變成吹的時候 原來就卡住了 卡住的時候 你油門再吹 它就等於 空欄筆就過了 所以它車一直穿 啊你如果說 剛才一般 自己中 你大吹吹吹 吹吹 吹吹 它才會放開 就好 啊這個是什麼問題呢 我們來分解給你看 所以 不用說這種 維修機密 白天也是要公開的嘛 對吧 首先我們就是 把 後面這些螺絲 全部把它拿掉 然後它這個 新的部分 你看 這次都有膠對不對 這要把它撈掉 那不然 十字起子下去要轉 很容易滑牙 齁 不知道 十幾顆要多少 我大概等一下 把它簡化 直接拆掉給同學看 要不然時間太久了 白天都是要用這個 煮鎖 要不然的話 我在施工 很難施工 我就先 鐵三顆起來了 就這樣子 這要撈得很硬 要不然它很難轉 我就盡量 不要把那個視角擋到 這種片子 國內的話 我看網站好像沒有人拍 但是國外事實上 人家都已經拍到爛掉了 所以 別人說 你給它視 視瞳 什麼 給它看這個商業機密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比例 網路上是沒有什麼秘密的 當然DIY的話 會有風險要自己承擔 有的就是 怎樣講 維修 交換就5000 3000 那個一堆 當然 他們有他們的專業 阿 白龍學 也是跟我的專業 分享給你看 什麼 大用交換 這就是一定有畢別 在交換 怎麼在換漆 還在交換 對 怎麼在交換 交換得太爽 怎麼在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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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絲這樣幾百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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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看 這一顆就稍微快滑掉了 螺絲這樣 螺絲這樣 喔 你媽的 這一隻越骯髒 它就是前面這個 細膠沒有弄起來 這一隻好嘞 喔 你那太黏了 喔 是在緊什麼燒喔 那這顆不知道在緊什麼燒 然後怎麼打開呢 它這個 它現在交鋒住 應該先割掉 我記得啦 創這支蠟絲得了 這個第一次要拆很難 蠻難的啦 所以人家 交換跟你收錢 也不為過 但是不要太貴就好了 因為大家都要吃飯啦 對啊 那你如果自己要DIY 心臟大課 就自己來 但是一定會有風險的 你媽的前面斷掉 喔 慢慢割進去 這個第一次再割還蠻困難的 我現在也煮熟 這要靠臨場感 這樣割是不是看比較清楚 你看稍微有在動了 衣板有在動了 那個 枝腳這塊 臨胚也在動了 掛這種矽膠 這有快感 但是手要很小心喔 白洞學士不喜歡戴那個套子 沒有 手套不是套子 大概差不多了 差不多的話 你也可以 哇 你對手押進去 它就會開了 正常是這樣子 我只要用這個咬下去喔 這邊也是 這個Sensor不要去撞到喔 撞到就下課了喔 人家說第一次比較暗 哇 你們這第一次真的暗耶 你看 現在已經完全冷卻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你看 衣板是不是比較順了 對不對 所以不要被它騙了 這是假象 用手壓一壓看 你怎麼這麼難用啦 記得沒有那麼難用咧 第一次要拆很難拆 因為以前空氣雙記買到 它都是被拆過比較多 喔 弄很久 我後來把這個膠把它推掉好了 這個你如果很龜碼 可以打那個 水利控上去 但是 我是 以前整理也是沒有打 是沒差啦 對啊 因為你這樣在翹的時候才知道 那個高度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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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板有在噴噴嗎 有在噴噴 對 表示這個是再次的 齁 齁起來啦 就是這個殺褲 喔這真的有夠像殺褲 然後 用比較薄的那個 刮鬍刀剃頭刀 你慢慢這個縫隙 齁 就是把那個膠把它清除 清除掉的時候才能撬開 齁 齁 來 這個 全部割完 割到一定程度之後 你這樣 要把這個打開 齁 它會吸住 裡面還有膠 很難用 白同學教你 你用這個 齁 固定錢 但是你要很注意喔 它這裡啊 跟這裡是不平行的對不對 齁 啊你現在你就是 用的 壓下去 它是利點是在這邊嘛 你就稍微用這樣子 齁 齁 這樣子 翹的話 它就開起來了 齁 打開之後 你用手把它壓 它就開啦 白同學保留這個 畫面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 比較保護 比較不會熟 這個東西 你看 打開了 一二三一樣怎樣 正廣告 把你騙的 來 所以你看 現在它已經 完全冷測的時候 它這個翼板喔 它已經比較不會卡了喔 稍微看喔 你看看 看放在哪裡 大部分都在這邊 你看 這上面這個 減減的 齁 然後你看這個地方 它這個 阿魯米的固來 它就是會突出這個 怎麼說那些肉粒啊 你知道嗎 你看它的磨損痕跡嘛 看一下 磨損在哪裡 應該是在這一點啦 這一點 所以 你看喔 拍近一點 在這裡 一 二 三 我們用奇異筆把它畫住 奇異筆來了 好 你把它畫 這樣 它待會有滑到沒有滑到 你會覺得很明顯 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白龍雪已經修到 不想修了 齁 然後正草門這樣動的時候 它這裡會去磨損喔 來開始 齁 多動個幾下 你看這邊 你看這邊 它是不是一順一順 所以你看這邊的話 它一定有那個肉粒啊 齁 你看這裡 是不是這裡 我調亮一點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等一下用那個 戳刀把它修掉 我是習慣用那個電動絞刀 白龍雪絲法 你們看 等一下修掉之後 它再動就很滑順了 它這塊會流起來 要注意喔 還有這一塊 這一塊就常常不見 可以先把它拿起來 這我已經流到沒力了 好來 對焦好了 開始 我盡量把那個拍清楚 這一點 因為鏡頭照前面非常難用 你看 這個修一點點就有了喔 來修好之後 我們來測試一下 你看喔 你看 是不是都很順了 對不對 齁 那你這邊的話 它就有修過潤沉淪了 我一直 它洗到它也會撲起來 撲起來去 它會跟另外這一面 齁 它會夾住這裡 會磨到 大部分會卡到的地方就是 這邊跟這邊 啊這個我們用那個沙紙把它修一下 順便吧 齁啊這個我是用280號的 你就看你個人啦 這個把它磨平會差蠻多的 啊你不然就把它磨 它會看得漂亮 齁你看它 這個是說 會那個時間到都會腫瘤 我覺得鋁合金的東西很奇怪 它稍微撲起來 這個也是可以修一下 好像比較快 大概就讓這個平面不見 上面的那個粉絲啊 這個一點一點的 差不多了 好了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再用手工下去推 它這樣摸起來就不會泡泡了 要再稍微看一點點我們就不理它了 因為主要是這邊 這個部分裡面的話齁 我也是習慣 會把它拋光 你看 這個如果有玩老車的 在跟白同學玩的話 你荷包會省很多 就是白同學 你荷包好之後 就這樣 你把它包住 大概就這樣差不多了 啊因為你這邊齁 你這邊要去磨到的話 你也是可以 用這個 扁鑽 然後 就這樣子 你把它包住 因為那個電動腳高 不一定家裡的人就有 然後白同學示範 你看 包好之後 你就這樣 我大概帶個動作就好了 你就這樣一支磨一支磨 齁 它裡面是不是有磨到的對不對 齁 你要看個人龜毛程度 齁 齁 全部都清好之後 我們再把它動一下 你看 是不是非常順的 齁 然後 這一塊 你也是可以把它 順便拋光一下 齁 就這樣 齁 515 這鐵仔沒了 齁 就是剛剛有摸到的地方 要清 齁 齁 好了 換這一塊 可以開始裝了 來 組裝之前 這個 記得放進去 齁 這個很容易掉 你可以把它黏住 然後 這個 板子把它蓋上 這個蓋上的時候 你這邊要不要打 焦都沒關係 我是試鍋沒有打 是可以用 然後螺絲把它鎖上 來 螺絲開始鎖 這個鎖緊就好 這個不要太緊 太緊的話 它那個翼板會壓住 我的鎖怎麼都鎖 不要動到 大概就這樣子 就把它鎖上而已 好啦 然後來檢查一下 它的翼板 是不是非常順呢 你如果鎖得太緊的話 有的時候 那個平面變形齁 你這裡也是會卡住 那是白龍學經驗 然後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它裝上車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安裝上去了 這個 螺絲 這個部分就很簡單了 那你白龍學為了DIY的完整性 我也是都會拍 這個也煮熟 這個煮熟 同學看好 這個小緊就好了 它這種螺絲 它是做那個防脫落的 好了 同學 那白龍學今天為你們 所示範的這個BNW136318 1995年之前 這個機械式的空氣流氧劑的 整修方式 希望這個同學會有幫助 結果最後 趕快來做一下 這種東西 一般的人 如果說 不懂的話 他會覺得說 這個很容易壞 我一直下一台 我以前買的時候也會說 那個空氣流氧器一直拍一直換一台 五千 幾千 一萬一直交換 事實上 今天你看到這個影片 有在玩老米的 你已經升五千塊了 因為這個東西 國外的話 真的 人家已經都拍到爆了 也很多玩家都知道 只是說 可能他們 不想讓人家知道或怎樣 或者是 以前的那個 還沒有YouTuber 但是 國內來說 我覺得白龍學 身為DIY教師 我也是一樣 跟我的傳送同學 當然 DIY一定都有風險 你如果說自己拆壞的話 你要風險 要自己去承擔 你外面店家 人家在做的話 再拆的話 是蠻辛苦的 你有看到白龍學這樣子拆 他今天 幫你交換 幫你賺錢 人家就是保證他是整理好的 重要細節 這個裡面 要翻車 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這個部分 白龍學也有用過 但是我希望他不會壞 壞掉的時候 我再分享給你們看 大概就這樣子 會記得 節目最後 記得怎樣 訂閱白龍學 第二教室 拜拜